特勤人员在屏东是一处社区大楼进行攻坚 一举查获这个诈欺机房 并当场逮捕管理者与花屋人员 这个诈骗集团先在社群网站张贴赚钱文章 骗取被害人信任后 再以话数邀请加入赖帐号 然后由嫌犯与花屋机房成员 分别卫装成头顾老师 提供假钞盘资讯 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 短暖三个月就至少有十亿人受骗 包括女老师与家庭主妇 诈骗金额将近六百万元 诈骗集团是在现在脸书 还有各社群网站 刊登有关求职 还有投资的一个网站 吸引民众来加入 然后先骗取民众的信任以后 再邀请加入群组 那这个诈欺集团的成员 在假装是投资者 跟投资的老师 跟投资者 吸引诱骗 以话术 诱骗民众 投入大陆的资金 上当受骗 警方在现场查扣手机 电脑主机 网络分享器 笔电及胜机 等大批张证物 并将诚信嫌犯供8人 依诈欺及组织犯罪等 罪嫌移送地监署 侦办 警方也再次呼吁民众 不要轻易相信 来源不明的投资广告 尤其是邀请加入赖群组 要特别谨慎注意 以免受骗上当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